哈囉我是劉哲 今天呢想要邊保養邊跟大家聊一下 冰藏我的保養的步驟 那目前我現在在使用的幾乎 有一整套幾乎都是 Cheers系列的產品 然後我想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我是怎麼使用它們 我現在是剛洗好澡的狀況 那通常洗澡的時候我也會順便刷牙 然後之後我就不會再吃東西了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避免自己吃宵夜的一個好習慣 通常我洗完澡之後呢 就會換上我的睡衣 那我其實睡衣大部分都是一般的T恤啦 然後外面的時候 像我這一件其實也是一個睡衣的牌子 就是絕大PK的 這之前在日本的戰利品的時候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非常的棒 因為它的那個觸感啊 非常非常的柔軟 然後保暖度非常的好 這個牌子算是我的一個愛牌 就是冬天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穿著它睡覺 我的下半身褲子的部分也是 這個 這跟這個是不是一套的喔 就是我分不同時期買的 那我選擇短褲的原因是 因為一來台灣的冬天都沒有那麼的冷 二來我覺得它活動起來比較方便 那其實我有試穿過他們家的長褲 但是因為我本身不是很高嘛 所以如果說我穿他們家的長褲的話 對我有時候會稍微有一點拖地之外 他們家長褲真的太熱了 因為他們的保暖效果真的太好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短褲比較適合我一般在室內的活動啊等等的 然後我要進入切爾式主題了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白泥的面膜 它裡面是就是這樣子泥狀的感覺 我通常一個禮拜可能會用個一次到兩次吧 那我大部分主要就是用在鼻子的附近還有下巴這邊 那冬天的話可能大概敷到乾掉大概10...15分鐘左右吧 我聽人家說就是要把它塗到比較看不到那個你的皮膚的顏色 就是它太薄的話可能比較沒有什麼用 好那我剛剛把它整個塗完了 其實基本上啊我平常是很少塗全臉的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只塗在鼻子這邊跟下巴 然後我想說既然難得塗了我今天就塗多一點好了 好那我剛剛時間差不多之後我就把它用水洗掉了 我分享一下我使用這個的心得好了 第一次用的時候覺得它直接碰到我皮膚會覺得有一點點刺 對我用的是不會到痛啦 但反正就是覺得有一點刺刺的 所以一開始我就有點怕 但是我用第一次之後我再用第二次就比較還好比較沒有這樣的狀況 我比較在意的是這邊跟下巴 下巴的這個痘痘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就是萬年的塑底吧 這件事情這個地方我真的是怎麼用都用不太掉 你不擠它它也不會消 然後你擠它又還是會很快就再長出來 這邊就真的是比較煩 所以這邊我就暫時是先不理它 但是鼻子就我覺得就差還蠻多的 就是你這個敷完洗掉之後啊 就可以看到鼻子上面有一點一點那個白白的跑出來 通常我也是都不去擠它啦 因為我覺得擠那個實在是我以前曾經試著去擠它過 然後就最後可能又不舒服 然後又整個紅腫發炎 最後整個就變成一個有濃的痘痘 我覺得對我已經太得不偿失了 所以我就現在就沒有在進行擠這個部分 那我大部分都是直接用毛巾大概把水吸乾 然後剩下就直接繼續上化妝水了 即使你沒有去擠它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那個毛孔的部分感覺還是真的有稍微熟練一點 這個面膜用完之後啊 我就是會用那個他們家的金盞花的化妝水 我這個是超級大罐的 那個是之前我媽媽在百貨公司的時候特價的時候幫我買的 這個我也已經用了好多罐了 就真的是很好用的一個東西 以前的我啊大部分比較懶惰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這樣用在手上就直接往臉上拍 但是自從我遇到這個化妝棉之後 我就覺得還蠻好用的 總之就是這個牌子啦 這個牌子的化妝棉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剛好是最後一張了 我就把它用完 那我平常就是會倒一點在它上面 有濕濕的狀況之下 我就會稍微去 按插一下 尤其是剛剛如果說有敷過的位置 就一定要把它稍微插一下 其實我不是很懂 是不是因為它的關係啦 因為我使用它了這幾年來啊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以前在青春期的時候也是比較容易會長痘痘啊 或者是長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自從我換了它之後 基本上我就很少在長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是剛好 我已經過了會長痘痘的年紀 還是說使用它之後 給我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可以讓皮膚很很安定 就比較不會去長一些有的沒的 真的比較少在那種長超大的痘痘啊那種 比較少 對啊 那它這個是金盞花的 裡面其實就可以看到很多金盞花的花板 這個超級討厭的 所以它用到快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花板一直飄出來耶 因為你知道那個花板你飄出來 你拿來用在臉上感覺怪怪的 那你不用 你又要再發現把它挑掉 或是它那個瓶蓋會從這個地方 黏在那個上面 就會覺得 有點討厭 之前是有問我朋友啊 他們原本是說 在裡面的那一層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它內部這個地方會是有封口的嘛 封口的部分你不要全部撕開 那那個花板就比較不容易會這樣整個飄出來 但我現在就覺得說算了啦 反正用到快完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有心裡準備覺得它就是會飄了 那就給它飄吧 之前真的有遇過就是有那種超大的 那種即將要爆發的那種史前巨動 我就真的會拿這個稍微沾著 然後讓它貼一下 貼一陣子之後 我就會覺得它紅腫的部分有稍微比較消退一點點 然後啊 我為什麼會想要拍這支影片 就是因為 最近我同事拿到一個這個樣品送給我 我就想說 這個之前我好像曾經也有拿過 這個叫做Energizing Tonic for Men 這是男生用的 其實我說實在我不知道它的功用是什麼耶 那就來用用看好了 嗯 聞起來還蠻香的 它擠出來比較是水狀的感覺 欸 這個有一個很很很偏男性的味道耶 不得不說 這是什麼味道啊 就是它的那種草本的感覺好像很重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粉味 用完感覺還蠻舒服的 然後呢介紹這兩罐 這兩罐其實都是我的愛用品 這個大家不用說就是他們招牌的那一罐嘛 那這個呢它是比較清爽質地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對於男生會比這個更適合 這個冬天擦現在是擦是完全OK 但是如果夏天擦的話我也覺得有一點點油膩 那這個時候呢你使用這一種 我覺得就還不錯 這個它打開起來 裡面是 嗯 這種比較有點膏狀的感覺 那我大部分就是會整臉就是把它塗上去 這個的保濕效果我覺得很好耶 在冬天的時候個人是非常仰賴這一罐 然後另外這個啊 這一罐它就是有點膠狀的質地 這個在夏天的時候擦起來超舒服 因為像我也是屬於比較微微的混合性肌膚 就是這個地方跟下巴這邊就是會比較油 那有時候我會選擇就是說 其他臉頰的部分啊等等的去擦另外那一罐 然後在這個T字部位的時候 我就是就擦這一根去幫忙 如果說你是屬於那種很容易出油的男生的話 這個真的是還蠻適合的 最後我在睡覺前的時候 我都很習慣會塗那個護唇膏 我之前也有用過切爾士他們家的護唇膏 我個人不喜歡 因為它是屬於那種 它是質地是有點像黃黃的那種油 然後塗在嘴巴裡面你整個會變成很像是 剛吃完很油膩的那種五花肉的那種感覺 那個對我來講有點太油了 我比較用不習慣 那我現在使用的就是很一般的這種小護士的護唇膏 最後最後在我確定我今天都沒有要做別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就會擦上那個護手霜 其實護手霜這個我真的比較少在用 我覺得這個對男生而言要使用它實在是有點太勉強了 而且手一擦了這個之後 黏黏的做事情就很不方便 所以這個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常擦 然後我現在用的是It's Demo跟Pokemon合作的護手霜 這個我完全是為了包裝覺得很可愛就買了 味道啊是還蠻香的就不會讓人家覺得很有壓力的那種 一般男生而言應該都很怕那種花香味或者是粉香味的那種 所以其實一般我再挑選保養品會特別去注意這個就是味道方面啦 只要沒有什麼味道 像契爾斯他們家幾乎都沒有都是很中性的 沒有什麼特殊的怪味道的 我覺得就是很適合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用 我知道現在大家看不到 但是其實我在做的這個地方的底下 我是有放一個腳底按摩的機器 就是我在做這一切有的沒的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我的腳就是會開著讓它按摩 它原本是在我們家 但是我們家現在比較沒什麼人在用 我就把它從那邊搬來我的宿舍 超愛這一台 就是我覺得它的那個按壓止壓的那個能力 就直徑很強 而且它有一個很酷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加熱 所以如果說冬天的時候啊 那種就是手腳冰冷的狀況下 你去用這個我覺得也很不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簡單的保養流程分享 如果說有什麼想要跟我推薦的東西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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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